安氏风脉台北场Jolin朝圣! 春白沙鼻枯粉丝! 40岁日本天后安氏奈美会风脉前最后巡演finally进来到台湾场,他将一连两天在台北小巨蛋会台粉。 晚间7点,全场喊喜奈美会口号,演唱会比表定晚13分钟正式开场,灯光按下后全场欢声雷动,画面回顾他历年来的演唱会精彩片段,接触从10开始倒数。 安氏以红色拿破轮外套搭配红色蓬蓬沙群登台,在Spotlight下演唱去年底在红白歌唱大赛也唱过的Tero,揭开演唱会序幕。 演唱到副歌O,OPPO时,安氏将麦克风朝住观众,邀全场一起大合唱,场面壮观。 接触气氛一转,安氏戴上军帽带来节奏强烈的Hard和Sick,歌曲最后他消失在舞台上,不到20秒后他快速换装再次登台,以黑色与金色相间的贴身性感裙装搭配机器长薛现身,现场惊呼声连连。 他接触现唱Do Me No, Mint,一连串的快歌令台下粉丝情绪高涨。 演唱Baby Don,T Cry时,他换上桃红色鞋间小洋装,把盘发放下,浪漫卷发搭上女神甜美笑容,引来震震心叫声,他唱边向各角度挥手,电运台下粉丝。 Girl Talk前奏一开始,舞台变化为大楼林立的模样,安氏穿梭在期间与男舞者大舞,上下阶梯毫无影响他的歌声,依旧中气十足。 自次巡演包含24首粉丝票选的经典歌曲,如2001年推出的单曲《Say the World》是他结束和小事者在合作后的首张作品,也是他首次尝试填词,该曲前奏《Say the World》和声一下,便让粉丝赞叹连连。 说到安氏经典歌曲,绝对不能漏掉Sweet 19,Blues,收录这首歌的同名专辑当年大卖336万张,更加奠定了安氏的歌姬地位。 全场跟着节奏拍手,安氏边唱边露出腼腆微笑,虽然没有说话,但一有空挡他就卖命挥手,举手投足都令观众激动不已。 安氏换上两面黄黑撞色洋装,书记高马尾,带来一连串的90年代代表作品Try M1,太阳的Season, You, May My Sunshine。 演唱《A Walk in the Park》时,两旁荧幕播写1997年以及2012年的演唱会画面,有趣的是,2012年20周年演唱会演唱这首歌曲时, 他刻意模仿1997年时的动作和走位,舞台上同时出现三个时期的安氏演唱同一首歌,画面别具异议。 这次粉丝投票的歌曲中,最高票为Can You Celebrate? 安氏换上纯白色的宛如混纱的洋装,变成长直发造型站在舞台中央演唱该曲, 唱完开头台下便热烈掌声,安氏抓起裙摆,甜笑点头鞠躬致意。 舞台背景在此时变成繁花盛开的花园,随着歌曲进入尾声, 从淡色细花朵变成五颜六色的鲜艳花丛,衬托安氏的白纱, 而这首代表作品除了引来全场合唱外,更有不少粉丝感动落泪。 曾与她在MV及演唱会上合作的蔡依林,还有安以轩也带主老公前来朝圣。 安以轩6点45分春白记忆热酷现身,她说很期待今晚的演唱会, 她为了安君灿早上特地到台南跟她报告今天会来,表示到台北看演唱会, 置脚问要不要一起来,得到市胜脚。 蔡依林与蔡妈妈分头抵达现场,她说对于安氏,很不舍,但也感觉她很勇敢。 透露每次她来台北都有来看,很开心演艺生涯中能跟她合作。 她也表示有做翻糖蛋糕送她,俏皮地说,蛋糕已经见了,安氏。 晚点若安氏不累的话可能会见面。 今小巨蛋外聚集大批歌迷,不少人cosplay安氏各时期的造型到场, 还有粉丝现场cover安氏的夯曲,引起路人围观。 安氏良场演唱会2.3万张门票全数受庆,不过仍有不少粉丝不愿放弃机会, 拿肚球票只赶盼能有好新年事让票。 不少没买到票的歌迷在小巨蛋服务台前起地而坐, 听场内传出来的演唱会声响, 还有粉丝大猴请大家降低音量,只为一门偶像歌声。 现场还有警察清场请歌迷让出通道。 苹果金也访到4位cosplay成安氏的粉丝, 其中不少人从日本远道而来, 来自祺域县的Magic和A.N.是夫妇, 两人因为一起追安氏而认识, 就往后成为夫妻。 A.N.说, 安氏真的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和老公的相遇是因为他, 能认识台湾和香港的朋友也是因为安氏。 两人今天都打扮成安氏的造型参加演唱会, Magic笑说, 很多人以为我的衣服是老婆做的, 但其实是我自己做的, 边是穿边修改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来自前夜线24岁的Sakura完美重现安氏这次群演的橘色洋装造型, 他表示自己小时候看电视对安氏一见钟情, 去年得知他要隐退, 在家痛哭三天, 十分不舍。 28岁的阿根来自台中, 他今天Cosplay Heart和SikMV的造型, 请朋友帮忙一起制作完成。 他说, 谢谢安氏带给我和哥哥很多快乐, 每次看他的演唱会都很满足。 希望奶接下来可以用自己的步调过想要的生活。 安氏去年9月宣布今年隐退后, 11月推出精选及FINALLY, 销售量不仅在日本破纪录, 台压版也在实谱唱片销量低迷的市场中突破崇美, 热卖1.5万张。 近年来音乐数位化, 台湾唱片市场销量大不如前, 安氏的精选卖出1.5万张, 是2010年后再有日本女歌手专辑销量破万, 女神魅力可见一斑。 安氏金并未外出, 在饭店享用完简单的早午餐餐点后, 便前往台北小巨蛋继续彩排, 她今天的演唱会将带来专辑中收录的歌曲, 主办单位表示将不会有表演嘉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